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曾飞医师肖又铭 又铭哥你好 幸运主播各位朋友大家早大家好 早上有点多杀多的气氛啊 但现在大家很好奇 也就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吗 整理上我们从几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观察 单是观观察今天 今天如果我们剔除早上的开盘量不看 我们看单一分钟 每一分钟加全指数量价的一个变化里面 到现在为止 单一分钟最大交易量 它发生在早上的9.04分 这个价格呢叫17769点 也就是除非加全指数占不上17769 它在告诉我们 这里包括像明天你还是要适度保守 那反之呢 如果加全指数可以在这个17769之上 它其实在向市场宣示 就是在封关前的这个空方的 一个卖压宣示到这里呢 已经暂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重点在于要针对 哪些个股在今年第一季 有机会的 并且有能力率先做翻扬的做一个部件 OK好 所以说呢 在这个最后这三个交易日 因为近凌封关只剩下加今天最后三个交易日 那如果用明哥认为说 其实好像感觉起来这个卖压宣示的差不多了 那投资好奇就是哪些个股可以先抢先布局的呢 除了整体上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其实各大类股不外乎 第一个叫原物料相关情绪 再来呢 除了原物料之外 针对在上周以来跌幅特别重的电子股 我们认为呢 这三天都是最佳的一些正向观察的部件的时间点 我举个例子 最主要 各位很清楚就在在上个礼拜 那么苏尔普京呢 那不是出 就是说针对乌克兰的一个状况 那造成全球市场的一个波动 当然这也是上周国际股市做压回的一个最主要的结构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俄国本身呢 是全球排行第二大的一个产油国 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原油输出国 所以因为这一次的乌克兰的动荡 造成国际油价可以维持高档 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2022年这个通膨下不来了 除非油价压回 现阶段来看在第一季 油价要大幅度回挡 机会很小很难 所以也就是说高通膨确定来临 对抗通膨当然是在针券市场 这样一 第二个相关的原物料类股 各原物料不仅仅只是硕化 包括所有从钢铁到各个产业面 我们预计呢 在今年的第一季 能够比去年的第一季会来得更为正向的一个发展 因为油价下不来 这叫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从电子类股的部分去看 除了今天最明显的标杆是台积电跟联发科之外 那我们看到细晶元里面率先担当领头羊的角色 一个叫台胜科 一个是6182的合金 那为什么这两档股票今天可以走势这么强劲 最主要就在于台胜科跟合金 那么在今年第一季现在最新的报价 针对细晶元的部分 那么台胜科呢 调涨 报价调涨10个百分点 就是说针对细晶元的平均销货价格调涨10个百分点 那么在合金的部分 哇更 调涨幅度更大 直接报价呢 上调20% 那法人圈针对整体细晶元 那给予上升平等的看法 也就是说举例我们以合金为例 针对去年美股盈余原本评估就落在大概在2块钱左右 那针对今年的上调到4块4 也就是说 渴望比去年的成长性来得再往上增加一倍 这也是为什么针对在过去上个礼拜有跌升的 获利能力紧接而来在第一季合可以出现爆炸性成长的 我们相信是接下来这三天最主要的观察重点 OK好 那其实头阵也很好奇的就是在这个细晶元的一个部分了 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张字卡 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在细晶元为什么这么的强势 在细晶元的一个部分呢 今天可以看到在这个台胜科的带领之下 中美金环球金目前现在相对大盘来说 涨的都非常的多 现在涨幅都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半导体的细晶元吹起了涨价风 因为终端的需求非常的强劲 台胜科的涨幅是超过了一成 而合金部分的产品更是大涨了三成 这是调涨的第一名 那全球第二大厂也就是日商 也就是盛高就表示了 细晶元如此长时间的缺货 真的是前所未见 在今天呢 在细晶元的部分也成为了盘面上的一个抗叠族群 那刚刚佑民哥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很多的一个族群 在今天呢 这个整个大盘下杀的过程当中 如果还能够维持强劲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后续都很有续航力呢 那其实除了在这个细晶元的部分之外 今天呢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强劲之外 也有一个族群 目前现在表现的还不错 是什么呢 就是在半导体的一个部分了 在半导体代工的一个部分了 尤其我们看到晶元代工 新唐台积电目前都是利手红盘 甚至除了这个晶元代工之外 IC设计似乎呢 也有一些买盘涌入 那在联发科的带领之下 我们看到一些IC设计股 今天也是相对代盘来说 长得还不错 那在今天平面媒体IC设计有利多 就认为说现在大方向不稳的情况之下 可以布局一些有基本面的IC设计 好这个平面媒体是 结了很多专家的说法 但是呢人家的专家说法 也不代表是真的都对嘛 所以我们要来问问佑敏哥了 你觉得在IC设计上 短先生有没有办法 开始出现反弹力道了呢 那整体上呢 IC设计类股 当然是台股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也就是说IC设计主要的看法 是来自于外资 也就是说外资什么时候回笼 那当然就紧盯着IC设计股 IC设计股可以走强 代表外资呢 从保守转为正向 所以举例我们就举今天的联发哥 当一个范本 我们去观察联发哥的股价 今天股价呢 从1080 那么今天股价从10最低1050 到目前的拉升到1085 那么相对的也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我们去观察 近期以来联发哥股价的集结 落在1050块到1100块 也就是说一旦联发哥可以重返1100块 我们认为呢 包括IC设计类股 包括IP股 在未来这两天 都有机会做多方的一个表态 那么除了IC设计之外 我们回过头来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标杆 怎么讲呢 台积电今天我们发现到 它今天股价的最低点在638块 那为什么是638 台积电本波段股价最低点 从588涨到上个礼拜 最高价来到688 我们用最简易也最公平的一个评估方式 一涨个股从588涨到688 代表全市场所有人 不管是散户主力 包括投资机构 大家的平均交易成本 388加588加688 就是638 所以当台积电的股价 回测到今天的最低点 638块 它出现止跌 代表整个包括整个电子类股 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应 OK 好 谢谢优明哥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